另外在校园的部分 花莲东华大学获报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学生PCR确诊 同情是室友是快筛阳性 结果在今天中午出炉也确定是确诊者 因此校方是即刻决议 自即日起到16号暂停到校实体上课 一律踩线上远距教学的方式来进行首课 校方表示外籍生女确诊者足迹重叠 昨日收到了细胞检讯后 到花莲医院快筛呈阳性反应 并由卫生局专车载运至医院做PCR检测确诊 同情是友人也被匡列隔离 PCR结果在今天中午证实也确诊 那你们现在改什么方式上课 线上到什么时候 到16号 要毕业那会不会担心 线上上课会担心你们的公课问题 会 考试跟脚作业都有问题 尤其是体育课 就是要在家里上课 校方指出 接获地方卫生单位通知 出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后 依据主管机关指引 即刻起到4月16号 暂停到校实体上课 一律踩线上远距教学 并以疫情发展滚动式调整防疫措施 记者林杰受风箱综合报道